你的发型好奇怪哦 是吗 我觉得很酷啊 你再好好看看 竖起来的辫子 渐渐的发饰 别人都不这样 这话说的不对 我跟别人不一样 那你见了我就会印象深刻 怎么也忘不掉 以后见到我还能认得我 嗯 对 头发 衣服 甚至脸皮身段 可不是只给别人看的 自己喜欢什么样就打扮成什么样 真的吗 可我要是穿坏着小狗的袍子 别人就会说阿飞像小狗 那你就不听他们的 你喜欢小狗对不对 喜欢 你朋友喜不喜欢小狗 也喜欢 所以你的朋友肯定喜欢你那件袍子 大姐姐 怎么不扎个讨人喜欢的辫子呢 没办法 我就喜欢这种有性格的 扎这个之前 我也料不到大家这么不喜欢我的辫子 那不改改吗 这种发型才符合我的音乐和生活 平日常见的那些都太普通了 不够精神 还妨碍我演出时摇头晃脑 不喜欢就不喜欢呗 不改了 那你的朋友也不喜欢吗 不理我了 说好今天约在码头 他们却一直不来 小小年纪就学会放鸽子了 你待在这儿别乱跑 我去附近找找 找到了 就带他们来找你 谢谢你大姐姐 我再也不说你的辫子奇怪了 算你识相 那一会儿见 你好 你是露露吗 大姐姐 你找我吗 你不是跟阿飞约了 要在码头见吗 怎么不去找他 他都急哭了 哎 这个笨瓜 就不能来找我们吗 亏我们特地准备了惊喜给他 惊喜 怪事 你好 你是小萌吧 有个叫阿飞的孩子在码头上等你 等得太久都哭了 他怎么这么笨啊 都不知道来找我们 算了 我找他去 跑掉了 我们快跟上 笨瓜笨瓜 我们给你准备惊喜呢 谁知道你都不来找我们 还 还哭了 对不起 我是笨瓜 不是啦 你不是笨瓜 是我们不好 不敢吓唬你 阿飞 今天是你生日 我们本来想给你个惊喜 让你吓一大跳 才故意躲着你 这是 这是 给你准备了很多脸蓬 好吃的 还有我和露露 亲手写的祝福信 不能说我们自宠 你们 你们 谢谢你们 搞了半天是这么一回事呀 虚惊一场 朋友嘛 干出这种事也不奇怪 要是我朋友给我准备惊喜 我也会被吓一跳 是在暗示我们给你惊喜吗 是在暗示我们给你惊喜吗 好高明的话术 不是不是啦 我就是随口一说 我知道了 我也是开玩笑 就想吓你一跳 是我肚子饿了 确实快到饭点了 我想想 要不然去我家吃饭吧 离这不远 一直走就到了 环境里也有家吗 有啊 我刚看了 这条路和现实中一样 就通往我家 虽然是在幻境里 但不论是跟林里意见不合 还是表演失败失望而归 假如有什么非去不可的地方 我猜也就是那里了 因为 什么 总要回家的 我猜是一场 就是匿续的地方 我猜就能是一个 然后呐 谁 让我让你 恁 我家 我家 有意思 随意 进门不用换鞋 道歉打扰了 有椅子呢 正好可以坐一会儿 里面的屋子好像有声音 你们休息 我去看一眼 灯都没亮 没人在 登登登 生日快乐 你们干嘛 那么大两个人坐在屋里还不开灯 想吓死我呀 哈哈 云姬你说对了 他真的会被吓到 难得的生日 来点惊喜才好呀 哈哈哈 你们两个 不要顶着可爱的脸做这种事行不行 啊 这话呀 我可是不爱听的 谁规定长得乖巧可爱 就不能太恶做剧玩笑啦 是不是呀 香菱 就是就是 郭巴掌那样也很灵活嘛 行行行 说不过你们 北斗姐今天有事 托我们带话给你 她就不亲自过来了 给你的礼物由我转家 来 这是北斗姐送你的外国乐谱和特制匕首 芯燕 我专程开家里人给你打了金发簪和铁发圈哦 铁发圈? 你青年的打铁世家就打这个 怎么了 发圈真是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呀 嘿嘿 我就不一样了 不久前 我在路边看到个戴眼睛的铁匠 瞧她那样子好像能看懂石头一样 我不信邪 请她帮我选石头 没想到 真能开出翡翠来 嘿嘿 我当场拿去磨成吊坠大小 拿绳子串起来 给你当挂件用 哇 你做了个翡翠吊坠给我 对啊 哦 不是挂在脖子上的 挂琴上 天天看你宝贝你那把琴 我就想着 早晚也给她打扮起来 这么宝贵的礼物 我可不舍得用 得供起来 谢谢你 香菱 你好细心啊 香菱心戏 也不是一两天的事了 不过那人居然能看懂石头 你再说说这事 要是好玩 我得写进戏里 我也不晓得 听说她是病了一阵子 那期间浑浑噩噩的 什么都不记得 身体像是不属于自己一样 再后来 碰了一下就好了 只是不知为什么 从那天起 看一眼就能分辨石头好坏了 嗯 可真是怪事 啊 不说这些了 菜都要凉了 开吃开吃 解门 欣燕 你不是从外国商人那里学了一招吗 上回我生日时候 你教我的那个 哦 啊 你是说许生日愿望对吧 对对 就是那个 在外国 还要点蜡烛 切蛋糕 我们可没顾上这些 光忙着包厢林把饭菜提过来了 嘿 没事儿 我自己想象一下就有了 那我们数一二三 你来许愿 一 二 三 嗯 今年许个什么愿望好呢 啊 我的愿望是 啊 回来了 怎么回事 我才刚凑到门风里看了没多久啊 既然是幻境 欣燕 你刚才在屋里遇到什么事了吗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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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见到了给他过生日的朋友 那些我也听到了啦 我是说他自己 我自己 啊 我许了个愿 说起来 这事也有点意思 我不是推门进去吗 屋里居然是香菱和云锦 我的两个好朋友 嘿 这可是现实中发生过的事 上回生日 他俩跑我家给了我一个大惊喜 做了一桌好吃的 让我许生日愿望 欣燕 你的生日愿望是什么 我的愿望是 跟大家意想不到的人一起办演唱会 意想不到的人 会是谁呢 关于这件事 我在刚才一瞬间想通了 有答案了 嗯 不过公布答案之前 我想先疏通那些贯穿山石的水脉 嗯 潇湟 朱瓶 延 巳 水脉 语 沤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